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分娱乐先载开手。 男孩子一般都喜欢开车玩车的吧,可偏偏拥有天类之音的周身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意外。 在今年1月份播出的《我们的歌》当中,周身曾经因为把卡丁车胆小的开出了乌龟漫步的速度而戳纵了许多人的笑点,后来更因为方向感迷之,不知不觉就逆向行驶而被歌坛几位老大哥无情取消不已。 李歌琴对于周身的车技更是如老父亲一般的操心叮嘱周身说,未来你可千万别开车上街呀。 深知日节几斤几两的周身一听立刻信实在那的保证,放心,我绝对不会开车的。 从这场卡丁车游戏当中可以明显看出,周身即使是开卡丁车上路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还有点露吃。 而深知自己这一缺点的周身呢,促使他对于学车开车这件事是抗拒,而且甚至有点恐惧的。 从后来他微博上面回复粉丝,这辈子都不可能去学车,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他不想摸车的坚定决心。 只是周身怎么都没有想到,距离他立下的flag才过去了半年多,打脸就像是龙卷风来得又快又猛。 经纪人在周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强制性的通知他参加一档驾考类真人秀综艺新手驾到。 而所谓的新手驾到呢,则是湖南卫视退出的一档原创的驾考类真人秀节目。 他主要通过明星学员学车历程,展示我国国内当下的道路安全现状,并且向观众科普其交通安全支持,借此增强广大市民的安全意识。 一直靠去学生的周身,被经纪人坑了一把之后,不得不被迫赶压子上架来直面自己开车时候的胆小和恐惧。 无论是摸底的零分,还是大体小考时候的爆笑杠,比如说把禁止人力车进入,猜成了是禁止抬杠,真是一点也没往车辆上面想啊。 把禁止预输危险物品车辆驶入,猜成了是禁止恐惧开平,真为周身的脑回路给无脸了。 但从这几个方面都恰恰印证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周身是一个从来都没有碰过车的真真正正的新手车员。 爱说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嫁考的基础的新手,教练一般是不喜欢的,但是咱们这个手动脑的教练才哥却一反常态。 他既不疼学的最好的尖子生,七位啊霍尊也不疼学的最差的理论王者与美人,偏偏对又怂又矫情的周身有一种老父亲看亲儿子的独家宠爱。 七位货尊开车开得很溜的时候也只才得采哥一句说哎不错,而周身这样晶晶的一个转弯成功的时候,采哥口里面则是弹欲不断,很棒,很稳,太厉害了,一连串的夸想。 在周身通过不眠不休练习终于通过阿科梦2的时候,采哥那个雀跃劲儿都几十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一样乐得原地蹦跳,那种自豪感说是亲爸爸的五味果。 后来周身补考科目3的时候,采哥也像一位老父亲一样,站在窗前担心地看着考场的方向,当看见周身通过考试的时候喜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了周身转圈圈。 基于以上节点,可以看出来采哥在手动挡的成员当中是最偏爱周身的,当然了,周身也觉得配得上采哥的这份偏爱。 周身刚来节目的时候虽然尽力在配合节目拍摄,但是他其实从心底是抗拒学生这件事的,在海北有正式学生之前,周身就一个人在旁边自己吓自己的碎碎念说,哎呦开车好可怕,开车好可怕哦。 可是这人到上手的时候呢,周身的怂是简直让人眉眼看的,别人开车一有一点风吹草动,他的反应和尖叫声永远都是最大声的。 教练采哥喊他亲自上手练车的时候,他脑内呢也是风暴不断,一会儿恨不得找个地洞把自己的给藏起来,一会儿恨不得从听而降,一个飞火轮能够让他搜一下开溜。 好不容易撞着挡子,坐上了驾驶室之后呢,立刻又下了手脚冰凉,脑中一片空白。 周身这一新手表现呢,其实真实的就像是初次碰车的我们。 只是当初我们没有遇见财哥这样的好脾气耐心的教练,而周身很幸运地遇见了。 对于财哥来说,相对于七微或尊这种一说就把车开得666的学员,周身这种纯新手才能更加突出他的教练水平。 所以对于周身,他是耐心,甚至说也是慈祥的,而周身也在财哥的不断鼓励和夸奖当中开始消除恐惧,适应开车节奏,在学车中找到了乐趣,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他虽然是被逼着来学车了,但是当真正开始学车的时候,周身确实比任何人都要认真。 考科目一的时候,他默默地复习教材到深夜,考科目二的时候,练习科目二的时候,会利用所有的碎片时间来反复地记忆教练所教的注意事项。 在第二天考试科目二的时候,更是一个人练车练到凌晨三四点,在科目三第一次没考过的时候,他也会及时地反省自己的错误。 记住这次出错的教训,为下一次的补考备战。 周身身上学生的认真劲吸引了教练才哥,在将周身开车的时候从来都是精神力高度集中,警戒教练所说的要点和安全知识,所以才哥才会几次三番地夸他,是所有学员当中安全意识最强的。 周身把做音乐的好学认真劲用到了学车之上之后,立刻就从新手擦鸟的武林之光,逆袭到了手动挡最优秀学员,所以他得到教练才哥的偏爱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了也不能够忽略周身的个人魅力, 毕竟咱周身可是人见人爱的哦,此外随着节目的不断进行学员文的驾考之路也算是成功的告一段落了,在10月23号的节目当中,学员文也是终于拿到了驾照,对于辛苦的历练不断学习的他们终于算是得偿所愿了,每一位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艰辛的付出,才从开该史的学生当中的一无所知,到如今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司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是可喜可贺,当他新手一期生的全员通过,离不开的是两个人的努力,那就是两位优秀的教练了, 一位就是手动党学员的才哥和自动党学员的溜溜哥,两位优秀的教练和明显学员的焦虑当中不但是尽责地完成了教学指导工作,更是和他们处出了相当深厚的感情,成功地通过考试他们也是进行了一场别开生命的汽车音乐节,开启了狂欢模式,为了这场汽车音乐会他们也是做了惊喜的准备,这场音乐会也是非常好听,也带来了足够的惊喜,有两个人一组和三个人一组的小合唱,也有手动党学员的自动党学员分别进行了大合唱, 最后还有全体学员合作带来的新手嫁闹的主题曲,而且还有单人的自弹自唱,在家好当中作为新人,畏手畏脚他们,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瞬间变身王者,而昔日的教练们反而变成了小迷地,真的是一场试听盛宴啊,说到这场汽车音乐会不得不提的就是周深和蒋敦豪二人带来的精彩表现了,他们二人合作了一首最好的我们,周深和蒋敦豪带来的声情演唱真的是好听了, 尤其是合音部分,蒋敦豪加上周深的天籁般的声音,两个人的表演可以称得上是珠联碧合一般的表演,两个人都是唱功俱瞎的演员,这首歌也是唱出了一种新高度,说起周深和蒋豪两个人还在其他节目上有过一段渊源,那就是两个人都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这档音乐选秀类的综艺节目,只不过两个人不是同一期,周深2014年参加了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盲选演唱了欢言,受到肯定,因为唱好了李健的贝加尔胡派获得了中国好声音金曲,但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之上 没有获得冠军,而那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是被张帝成获得的,而蒋敦豪参加好声音是在2016年,但是他却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中国好声音的冠军,而且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天空之城》《乌兰巴托的夜》等等,民谣歌曲的演唱也是非常好听的,往事已成回忆,如今周深已经不是那个诗意好声音舞台的周深,蒋敦豪的唱歌也预发的有故事性了,在新手驾到的综艺节目当中还能看到好声音学院的合作演唱是一种荣幸,新手驾到好声音冠军 蒋敦豪与诗意歌手周深合唱,这首《最好的我们》太经典了,是向《最好的我们》致敬,也是送给他们自己的赞歌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